慈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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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演唱 沒有出來買飯過 我本身不才是素食 他們對於香料使用 本身就比較靈活多變 他在這 用原材料做的 留著清爽小瓶頭 專賣印度素食 老闆就朋友 朋友們 都叫他小佑 用麵活在煎台上畫圈圈 如同施起魔法 麵餅開尺飄香 這是南印度的國民料理 這個餅皮 餅皮就叫做dosa dosa是用米 就是他們的稻米 然後扁豆 他們先會泡水 讓豆子跟米吸水之後 然後磨成麵糊 然後再把麵糊發酵 他會讓它發酵 是因為裡面有一種 放一種香叫葫蘆巴子 酥脆麵餅飄著熱香 搭上清爽的水果咖哩 全素料理雖然簡單 但用醬心烹煮的食物可不尋常 因為我每天都會做 就是比較特別的咖哩 然後今天是絲瓜咖哩 可能台灣印象中的咖哩會是 用咖哩塊 他們在印度的概念就是 咖哩就只是香料的組合而已 他習慣幾天前 才會在IG公布餐車地點 仍不乏鐵粉熟客 拒絕他到處快閃 其實誰也想不到 做數學餐飲 他從未想過要陽明例外 所以就是吃完飯我很累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在吃完飯 可以不要有想睡覺的感覺 所以才去學習印度財 出生 教學 照工作 對多數人理所當然的命運 他卻把自己活成了富裕 應該我到23歲以前都是很迷茫 我是叔叔帶大的 所以7歲之前就是我不認識我親生父母 突然有一天就被帶回家 帶回我親生父母家 所以很難很難很難消化 大學時不幸走上歪路 課要 走私 收到法院的傳票 他才意識到自己有多荒唐 從小就比較憂傷的一種感覺 玩樂團 然後玩樂團認識了一些 四面八方的朋友 我只能這樣講 然後四面八方朋友 當然就接觸到很多次文化 然後就開始吸大麻 入肩服刑前 他形容自己既空虛又彷徨 甚至使不下夜 吃素成了他的救贖 第一個完全斷除肉食 就是開始沒有禁止肉 是因為我要入肩服刑 所以那個衝擊一點 讓我吃不下肉 對 就是覺得很沉重 過去心中放不下的 糾結的如今煙消雲散 這種方式會讓我更健康 我更健康跟我活力 我自然就會變得更寬廣 當你真正你累在非常美好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去想要別人 鍾坤又告訴我們 印度菜有四味 酸鹼鹹辣 既能滿足口部 也能醒神 如同人生 他的辛齋之路 依舊是未完待續